我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個 你可能在錄製也好 或者是在我們的簡報上課過程裡面 老師可以做到 第一個就是我們那個簡報的輔助工具 各位呢你可以看到我們右手邊 在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軟體 有沒有 這個地方 你如果一次 第一次看到應該是五個 你可以把這裡按一下 就會把全部打開 我們主要會用到像 你看到我平常在這個 螢幕畫面上畫來畫去 我用的就是這個叫做免費的螢幕放大 這個功能 那這個呢 應該各位看我這樣操作 還覺得還可以嗎 可以有某些重點地方我們把它加強一下 看得比較清楚 那這個是免費的 還有一個呢類似的 是這一個 或是這個 一個虛擬叫邊都可以 那你可以先把這三個軟體 就從這邊 三個 一起先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都不用換裝 下載完 解壓縮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平常都是帶在隨身裡面用的 都帶隨身裡面用 你可以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那我先講這個免費 這個 你看一下 如果你下載好了 我在這邊 它會有一個 這個 就一個檔案而已 就這麼大 不到一美感 五百多K而已 那麼你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會跳選項出來 在這邊 這個選項 會跳這個選項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主要有幾個功能 一個是放大的 一個是繪補的 就畫畫的 然後另外也可以打字 也可以打字 那下課呢 如果怕同學 賴在電腦前面 不起來運動的話 可以搭配這個 這個叫下課休息十分鐘 因為說真的 我發現 很多方學是上課 蠻想睡覺 然後下課就捨不得走 因為他開始做自己的事情 開始生農國務 準備開始上FB 然後幹嘛 所以有時候 我會用這個方式 但是偶爾 偶爾用一下 但主要重點 還是在我們剛剛講的 放大跟畫圖的部分 那它的快速鍵 我通常都用那個快速鍵 就是內定的 就是Ctrl加2 或者是Ctrl加1 有沒有 放大 所以如果說今天 比如說我們在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想要某一個地方放大 我會搭配Ctrl加1 但是我通常會 滑鼠先移到那邊 比如說我們想要看這個主題 對不對 那我就滑鼠移到這附近 Ctrl加1 有沒有就放大這個地方 就放到滑鼠所在的地方 那你移到你正確要講的位置之後 你就按下滑鼠所鍵 這個時候它會切換成筆的狀態 筆的狀態 那你就可以開始畫下去了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筆 你需要幾種顏色 筆 我這樣揮圖 我這樣揮圖 如果你要紅色 R 瑞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快速鍵就是R 然後你要黃色 Yellow Y 你要綠色 Green 你要橘色 Orange blue 請問這樣夠不夠了 應該夠了 大概這些顏色應該就夠了 所以你大概這些顏色 調一調 OK了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直線的 就是按住Shift 有沒有就這樣就是直線的 你要一個方框的 我要框住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按住Ctrl 所以這裡是按住Ctrl鍵 它其實還可以打字啦 甚至箭頭 不過那個我就比較少用 我覺得這樣就差不多 剛才如果你覺得 筆不夠粗 怎麼辦 Ctrl按著 加滑鼠滾輪 就好了 Ctrl按著 加滑鼠滾輪 你有沒有覺得我筆比較粗一點 Ctrl按著 往後退 筆就比較小 所以Ctrl 加上滑鼠中間的這個筆 這個筆 Ctrl按著 筆就比較小 所以Ctrl 加上滑鼠中間的這個筆 要滾輪 燈燈燈燈燈 因為滾輪那個字太多 所以我要換了 這樣 有了解 那你要離開的話 就按鍵盤上ESC 或者滑鼠的右鍵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離開了 等於說 我們剛剛Ctrl 2 它是好像就把畫面拍下來 就是做一個什麼 繪圖的那裡 那個時候是不能操作 但是呢 如果說你一定要放大之後 要操作 它有一個好用的地方在這裡 我剛剛還沒講的 叫Live ROM 這個呢 就是有點類似 Windows內建能夠放大進 這樣的感覺 也就是你放大了 還可以操作 比如說 你看喔 我現在要給你看網址 但是我要操作到 Ctrl加4 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我滑鼠 還可以繼續操作 有沒有 這個是Windows7之後 就可以支援了 Windows7之後就支援了 除非你用SP 不過原則上 現在大部分 電腦教室都是 封用身份隱藏 比較沒有問題 那你要離開 一樣 Ctrl加4 有沒有就離開了 所以 如果你希望說 我在繪圖的 就是放大的過程 我還能夠怎麼樣 操作電腦 你就用Ctrl加4 當然你Ctrl加4 可不可以再加Ctrl加2 也可以啊 Ctrl加2 就畫圖嘛 對不對 你要畫這樣比較清楚 然後離開 那你要再離開放大的模式 操作電腦 就回來了 所以都可以 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那個 螢幕放大 跟繪圖 這個叫Unit 如果你覺得 哇 還要騎這些快速鍵 好麻煩喔 有沒有看過一些 財經節目那一種 財經節目很多 是不是就有所謂的 電子白板 然後來賓就 點一下 點一下 這樣就不用機快速鍵嘛 所以 我們來用這個 Point to fix 等活貨 好嗎 這一樣的齁 你把它下載下來 我等各位一下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再繼續講一下這個 螢幕匯比 如果你覺得剛剛那個真的 還要機快速鍵 麻煩一樣 按右鍵解壓說 這時候 點開 就 一個檔案 那如果你得很好 下面這個翻譯就不用 那個檔案就留著 就把它丟掉就好 我們就這個打開 好 你看到它很 怎麼樣 很不好意思的就站在這裡 有沒有 開始嘛 所以如果說 你已經到你要的 講解的畫面 就按開始 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有熟悉的感覺了 要怎麼工具 用怎麼就好了嘛 好那你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在左手邊呢 右手邊 就是它是有兩排 一個是螢光筆 一個是什麼 實心的筆 預設是螢光筆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你實際畫看看 就知道了 有沒有發現 螢光筆會穿透過去 這樣了解 好 右手邊對就是實心的 就實心的 所以相對的 如果說 你要一個 畫一直線的 你就會用直線的工具 那你覺得太粗太細的 就底刷 自己調整一下 這樣 比如說 我們大家要看這裡 有沒有 點這個 大家要看這裡 有沒有比較大顆 然後呢 叫你 不要隨便亂看喔 好 看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也不錯 那它其實也有放大的功能 有沒有 這裡有放大的功能 你就可以看這邊 或者是你把 單純某一個區域 我來把這個地方把它做放大 這樣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喔 裁簽 看一下 選取區 有負責了 選完 選完就沒事了嗎 好 所以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那 它真的不會太難 當然它打字也可以 打字也是OK的 所以其實像一般來說 我們用這個工具 用這個工具 主要的 大概就是像這樣 畫面講解 還有一個其實 平常溝通也可以用 比如說老師在 你跟同學在做 這個討論的時候 你就畫一畫 畫完就這樣 就直接存檔 這樣是不是知道 就知道哪裡有做討論的 對不對 哪些地方比如說要修改 就可以把它做完 那麼 一樣的 如果你用完了 你就按離開 它就默默的又繼續站在那裡 等你 這就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快速件 所以它只是呢 你看它 你要擺在哪裡 比較不佔位置 它就盡量 不要佔用掉你的空間 但是它當然缺點就跟我們剛剛一樣 當你進入這個模式之後 請問你的電腦可不可以繼續操作 不行 它就有點類似像拍照下來 拍照下來 一定要你離開之後 才可以怎麼樣 才可以繼續操作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 這兩個小工具 應該多多少少會有些幫助 給各位參考 那麼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還不太夠的 可以再搭配一個 因為我們一般 比如說在簡報的過程裡面 或者是 上課講解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覺得滑鼠 還是有點太小 不是那麼方便的話 可以搭配這個 這個 我把它稱作虛擬教編 歐! 歐! 寫日文 我日文 大學學的都還給老師了 來 在資料夾中顯示 好 看到它 一樣喔 按右鍵解壓縮字 就可以了 OK 來 區尼教編在這裡 一個六四尾 一個三社會員 你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好 這樣有這一隻 有沒有 那透明度 我通常不要太透明 然後大翔 可以試看看 看一下你要多大 好 這樣子 你的那個叫邊的尖端 就是我們滑鼠的指尖 所以 這樣子它 還看不清楚 我們也就沒辦法了 這樣了解吧 所以有些時候 尤其是我們在 在那個頭螢幕上 你用那個 雷射筆 其實那個筆 就算你再亮 還是覺得太小 那就可以搭配 稍微搭配一下這樣的方式 那 一樣的你在這邊再按一下 我記得是按右鍵 就會取消了 好 你看左鍵它就會出來 這個有一個顯示指揮棒 有沒有 那如果你用完了 你可以按一下右鍵 在這個上面按一下它的右鍵 就會變成滑鼠的狀態 這樣子又恢復滑鼠狀態了 這樣了解齁 反正這個都不用完裝了 如果你覺得說 需要 在簡報過程裡面 或教學過程裡面 我們搭配個這樣子 讓整個視覺上 比較清楚的 可以試看 它指揮棒可以換不同顏色 這裡有沒有 指揮棒不只是紅色的 你也可以記得 它可以有不同的顏色 OK 好 給你參考一下 來